说起当今娱乐圈中至首可热的明星 邓超绝对榜上有名 如今邓超出演的每部作品都能够获得很好的票房 相对于一些明星靠着花边新闻增加知名度 超哥一直用自己最真实演技获得观众的肯定 也许有很多人说邓超是靠着他的喜剧天赋来获取更多的演员效应 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全面 那么邓超究竟靠什么成为票房保证 张艺谋导演的这部电影给出让观众认可的答案 毫无疑问邓超已经成为影韩票房的保证 自从2001出道以后 邓超一直在电视剧中磨练自己的演技 出演了许许多多优秀的电视剧 这期间虽然在电影方面也有很好的表现 但和现在相比就不同忙而语了 那时候处于事业积累期的邓超 虽然一直没有爆红 但是逐渐拥有了很高的国民认知度 跑男这档综艺是超哥事业的转折点 节目的走红也让观众认识到邓超在喜剧方面的造诣 再加上他演技的日益成熟 邓超陆续出演了各种类型的影片 不仅是在电影方面 在综艺方面邓超更是带领着跑男兄弟团 取得了收拾上的成功 奔跑吧 兄弟这档综艺 因为队长邓超的代言 一直传递给观众积极健康的正能量 大家也都知道这档节目 有着高强度的运动量 很多跑男兄弟在里面都受过伤 作为队长的邓超同样不例外 但是超哥却从未缺席过节目的录制 哪怕是因为录制导致手受伤 邓超仍会打着石膏坚持工作 敬业精神让多少圈内人是汗颜 邓超在积累超高的人气之后 演绎了很多经典的角色 无论是展现自己喜剧天赋的美人鱼 还是考验自己演技的烈日灼心 邓超都能够轻松驾驭 这些影片在邓超演绎下 不仅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还取得了超高的票房 不得不说如今的邓超 已经登上了口碑与票房双重 保证男演员第一人的宝座 这和他卓越的演技是分不开的 其实生活中的邓超 邓超给本思的感觉很亲切 这和他的家庭氛围是分不开的 他的老婆孙力近几年 在演艺事业的道路上 也是越走越顺 成为了不容置疑的时候 在事业上两人相互帮助 在生活上两人相互调侃 给两个孩子 营造了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 想必家和万事兴 说 那就是这个道理吧 如今的邓超能够有如此大的成就 也是结合多方面的因素 可能很多人并不认可他的演技 但是每个演员形象的定位 可能会给观众造成一定的偏差 有些人说邓超能够在电影方面取得成功 是因为在喜剧上面得到了好的指点 其实这样的说法并不全面 对于超哥的成功 大导演张一谋的电影影 能够给出很好的答复 那就是敬意 张一谋独特的风格与手法 创造出了很多震撼人心的大片 他导演的电影影已经首映成功 也获得了个借的肯定 其中超哥在里面的表演完全可以看出 为什么邓超能够成为票房保证 影片中的超哥一人饰演两个角色 一个强壮有力 一个骨瘦如柴 邓超为了完美演绎这两个角色 在三个月增重20斤 而后又在两个月疯狂减掉40斤 这样的敬业程度 让网友纷纷表示心疼 作为演员 身材管理是为角色服务的 张一谋导演的这部电影 很好阐实了邓超的境界 一个角色只有完全的融入进去 才能拥有灵魂 已经是一线男演员的邓超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在身形上努力的去改变 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这样的演戏疯子 怎么能不活呢 人是铁饭之钢 食物对于人的身心健康 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 而超哥为了演员的这份职业 真的是呕心力血 这和那些流量小声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邓超能够成为如今的票房保证 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敬业 影这部电影在全球首映之后 也是好评不断 但是背后的故事 可能被很多人忽略 有付出总会有回报 小编觉得超哥在影片中付出的心血 一定会让这部电影取得好成绩 而这部影片或许也能够使邓超 再次作稳效仿保证的宝座 直播属% 然后就能够尽低 别我 不许多仅 不许多仅 好